英雄母亲渡浆哺乳 在滨江公园 有一只名叫花花的成年母狗 成了众多市民眼里的英雄 看到花花经过 不时有好心的市民给她喂食 以确保她不入肚子 花花 过来 这里有肉 快来吃吧 很香的哦 花花的人员来自其伟大的母爱 这时还得从今年七月的某一天说起 重庆博英城市太极拳社的会员黄先生 每天都会和同伴在滨江公园练习太极拳 并游泳横渡河流 七月中旬 暴雨西街山河流 游泳河流 于是和陆地相互的山湖坝 成了孤岛 不过这个孤岛也成了黄先生等人 游泳途中休息的一个好地方 七月二十七日下午 黄先生等人游到山湖坝上休息时 意外地在一个临时宫棚内 发现了四只刚出生的小狗狗 真累啊 估计应该只有出生十天左右 嗯 差不多也就十天左右 由于洪水围困 深湖坝上仅存一块不足一千平方米的干地 四处都是空心砖和心灾的小树 岛上根本没有食物 是谁将这四个小生命带到这个孤岛上的呢 是啊 没有妈妈奶水的补育 他们怎么活下去啊 明天我们带些牛奶来喂他们吧 嗯 傍晚时候 黄先生等人游回了岸边 就在他们上岸后 却发现了一只大狗 急急忙忙地跳入湍急的河里 顺流而下 向河中心的珊瑚坝游去 哎呀 这条狗在干什么 它怎么跳进河里了 换起河水中 大狗高昂着跑 拼命挥动四只滑水 不时还有水浪打过来 有一个浪甚至会把它冲出两三米泳 哎呀 小心啊 但这一切却都无法阻止它的行动 我明白了 这条狗是岛上那四只小狗的妈妈 它白天在岸上找吃的 傍晚便会游到孤岛上 给它的孩子们喂奶 它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黄先生说的没错 这条大狗的确是岛上那四只小狗的妈妈 白天它在岸上觅食 大了傍晚便会游到孤岛给孩子们喂奶 陪伴孩子们度过长夜 英雄狗妈妈和四个孩子的故事传开后 许多好心人便给这只大狗取名花花 最近几天河水暴涨 想要游到珊瑚吧 就算是有经验的游泳爱好者度过 都非常危险 水太大了 今天还是别游了 容易出危险 而华却依然坚持每天度将节目 照顾孩子 患难时刻 贱母性 伟大的母爱 在极流汹涌的河水中得到了体现 四个幼子被困在洪水中央 狗妈妈还是每天度过河水未来 英雄母亲的名号她当之无愧